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通过 宗教信仰的自由 因为一些的条例 特别的一个收斗的条例要通过 可能会令到我们受到影响 特别请你在我们在条例还没有通过一些 切切来得尽我们做信徒的本分 也做世门的本分 来得争取任何条例都不能够 与言论的自由 宗教信仰的自由 教育下一代的自由有冲突 帮助我们有智慧来表达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意见 有帮助这个政府 特别在今天美国的方面 正是为了一个同性婚姻 将来一个终审的审判 我求你亲自的来得在他们当中保守 免得这个世界越走越歪 带领我们 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 帮助我们从圣经更清楚的认识 到底你心目中的婚姻是怎么一回事 听我们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有一次我在一个 几个家庭的聚会的当中 我就听见有一位的姐妹分享 两个儿子 有一个说 他想在美国那边结婚 要不认识那个女孩子 非常好 但那个女孩子呢 父母都没有见过 他们说爸爸妈妈 你喜欢来你就过来 你不来我们就旅行结婚 所以非常简单 我们不想搞太多太复杂的东西 你不要理会我们 这个妈妈气得要命 那么辛苦 供这个孩子到外国去练书 练完了 毕业了 结果她又在那边结婚 然后只是知会父母 连问他们的意见都没有 带他们来看看他们未来 这个媳妇是怎么样的一个媳妇 都没有 非常气 然后跟他下来又讲到另外一个儿子 又气了要命 这个是大哥 这个大哥连级已经三十几了 来来去去还是光棍一条 什么女孩子都没有 然后跟他下来问他 有没有女朋友啊 然后他就说 这个不敢你死 你小担心 我不想结婚 结果呢 老大 三十几岁 不要结婚 老二 一大学毕业 要结婚 但是只是知会老人家 所以他 两夫妇为了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 气愤 很不高兴 结果呢 有个非常熟他们的一个人 对他们说 老唐啊 算了吧 又结婚呢 就随便他结婚 不结婚呢 就不要勉强他结婚 因为到头来啊 他们都会后悔的 听了以后 哇 其他人在拍掌啊 我跟下来有个人问我的意见 我对他说 有一样东西是对的 今天这个世界 越来越多人后悔 不结婚呢 就因为自己 不把握机会后悔 结了婚呢 又因为 嫁错了 嫁错了 一个郎 和是 取错了一个娘 他们又后悔 后悔 那这个是个事实 但我跟下来 我对他说 最重要 不是在乎结不结婚 乃是在乎 你怎么样 来得去进行 恋爱结婚 这一回事 那次本来 我要查识 另外一些的东西 结果因为 他们这些的问题 就跟他们查到 有关圣经的婚姻 的确 今天一般的人 对婚姻 非常非常负面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听到有一句的话 在杂志上 大家看出来 这句话是一个 心理辅导的 一个专家讲出来的 他说 恋爱 是失误 失恋 是省物 是醒物 再讲一遍 恋爱 是失误 失恋 是醒物 结婚 是错误 离婚 是觉悟 再婚 是执迷不悟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听过 这些的话 的确 结婚 在我的经历当中 一点而不容易 我跟你们讲 很少人 你可以有 苏格拉底的功力 苏格拉底 好多人说 这是我的老祖宗 那其实 完全不一样 风马牛不像鸡的 苏格拉底 讲了一句话 要是你娶了一个贤妻 你只是个非常幸福 温馨的人 但要是你娶了一个恶妻 你就会变成哲学家 那各位 你可以考虑 可以想象一下 到底苏格拉底的妻子 是怎么样的一个妻子呢 你就看看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都知道了 原来 我在练大学的时候 练哲学 非常喜欢看这个人 很多不同的意识 其中一段来讲到 他跟妻子的关系 他妻子是个 非常凶的一个人 因为他凶 他慢慢学会了 在他凶 他骂的时间 尽量不要出声 否则天下大乱 一定会爆炸的 有一次他的太太 从楼上一直下来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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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苏格拉底 听见他的太太骂的时间 他就静默 仰神 一句话都不出 结果 骂了一大段 非常大声地骂了一大段 突然之间 鸭卷 无声 完全一点的声音都没有 苏格拉底心中想 为什么突然之间 是那么近的呢 想不到在他静默 在继续在那个地方 一样神的时间 突然之间 一盆的冷水 从他的头浇下去 他一浇下去的时间 整个人弹了起来 猜中了 猜中什么 雷生之后 必有大雨 这个是苏格拉底 我看完了以后 我相信今天 没有多少丈夫 你会好像 苏格拉底一样 你能够忍了 是不是 你一定在那个时间 岂有此理 这样都可以对 丈夫跟着下来 就会动手 很多的悲剧 就这样产生出来 弟兄姐妹们 今天很多的人 对这个婚姻 非常悲观 说恋爱 是婚姻的坟 婚姻是恋爱的坟墓 因为这个缘故 很多的人 对这个婚姻 都有一些抗拒 有一些非常悲观的 一些看法 恐惧的看法 我自己本身 这个家庭 并不是一个非常 愉快 幸福的家庭 另外一方面 我很小 我已经失去我的妈妈 我跟我爸爸的关系 也是非常非常的差劲 所以对这个婚姻 并没有好的冲击 直到我的哥哥 结了婚的时候 我就看见 原来婚姻都可以 有温馨的一面 有一点点的影响 但在那个时间 对这个婚姻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疑问 存在在里面 我曾经考虑 可不可以好像保罗一样 医生 就是独生 不要结婚 以 侍奉 传福音 宣教为师 但结果呢 就在侍奉的当中 我也发现 非常多的不方便 原因在男女呢 对着女的 我不方便去 只能够对着男的去 对着结了婚的 也不方便去 我没有经历 你怎么样来得 劝导别人呢 所以在那个时间 在考虑的当中 神都是给我看见 原来最重要 不是结婚 不结婚 乃是你怎么样结婚 所以我开始 来看很多不同的书 后来谈恋爱了 经过六年多 我结婚了 老实讲 结婚开始两年 我曾经后悔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神配人 真的配得非常绝 极先锋 往往是配一个曼郎中 一个完美主义 往往就是一个 捞骚主义 Regasana一个自卑的人 他往往是配一个 令到你更自卑的人 每天都在那个地方 挑剔挑剔挑剔 令到你更自卑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发现 这些性格的不合 很多人 已经成为一种离婚 主要的根据 我都跟各位讲 要不是当时 我已经练神识 我真的考虑 好不好离婚 我是不是真的结错婚 感谢主 那个时间 因为已经没有回头路 第二个方面 我还记得我结婚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结婚的时候 曾经打印那一句的话 那句的话 是我经过六年的时间 想通 才跟我太太结婚 那句话 我用英文 我在四月的当中 对我太太讲 我的心被锁住 但那个钥匙 已经永远不见了 我回想 我跟我太太 这个落叶 我祷告 我悔改 我求主帮助我 主在这些的情形下 帮助我 不要后退 婚姻 是不会有回头路的 只能够向前走 感谢主 当时在Houston 我们也参加了那个 Bill Gawthor Basic Youth Conflict 神的给了我们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领会 有一些的亮光 给我们看见 到底怎么样 能够改善 我们之间那些的关系 第二个方面 神社院的当中 Howard Hendricks 有一个 Christian Home 他不是观光 给我们同学上的 也是给太太 都去参加 我看Havi 你应该记得 每一个结婚的人 你不要观光 你自己上那课 让你的太太 都来上课 我非常感恩 神继续不断 有各种不同的机会 来的建立 我们对这个婚姻 对家庭 这些的关联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后来 偶尔还是有些 不同的冲突 但当我们看见 原来这是没有后路的 我们只有天梯的 我们就跪下来 祷告 告诉你 祷告 不是要改变别人 祷告 是首先改变我们自己 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以后 原来我们发现 婚姻是有出路的 而且这个出路 是非常非常温馨 快乐的一个出路 我为了这一切来的感恩 也为了过去 我们曾经有的 这些的经历来的感恩 要是没有那些的经历 我们也无从来的牧养 结了婚那些的人 今天 我就跟各位来看看 两千年前 到底耶稣对离婚这个事情 怎么样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圣经怎么样讲 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三十二节 各位找到的时候 请各位一起来来读 这两节的圣经 一起来 又有话说 人若修妻 就当给他修书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人若娶着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另外一段的圣经 是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第九节 我读给各位听 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另取的 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了 有人娶那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这段的圣经 记载在一个对婚姻观非常混乱的时代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这个混乱的婚姻观当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学派 第一个的学派 The School of St. Mai 这个的学派他们说 只有奸淫才能够构成离婚的理由 又不是因为这个奸淫的缘故 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出离婚的 这是当时保守的一个时派 另外一个时派 就是School of Hillel 他们就说 这稍微是个自由派 他说任何的理由 只要其中一方不喜悦 都可以造成离婚的理由 现实的例子 举个例子 你的口臭 性格不合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 令得我睡不着 体臭 另外一方面 你配不起我 我的工作你都帮不到我的忙 你赚钱不够多 很多很多东西 你很多东西都帮不到自己 什么东西都要麻烦我 因为这个缘故离婚吧 他们就把这些都可以当做一些的理由 甚至有一些的理由 看见那个太太在介绍外面 看另外一个男人 稍微三秒 你多了 应该看一秒 你就转头 结果他看了三秒 都可以说 你看那个男人看三秒 你跟他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问题 你一定是有问题了 离婚 就这样可以构成一个离婚的理由 这是黑六 当时一些的习惯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世代 耶稣就被人来的试探 为什么是试探呢 因为这个试探非常绝的 我跟你讲 因为耶稣说 又是耶稣说 任何理由都不能够离婚 他们就说 那为什么摩西 整人离婚呢 要是你说任何理由不能够结婚 不能够离婚 任何的理由都不能够离婚的话 你就是说摩西讲错了 这个人 亵渎摩西的话 贬低摩西的话 他们可以用石头打他 那这个是第一个 非常危险的一个步骤 但要是说 要是犯监营的时候 就可以离婚了 要是这样的时候 很多这些 以六学派的人 就会一起围攻他 说他是属于这个 School of Semite 但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些人 圣经不是这样说 你说要是可以的时间 就是说圣经错了 你这个人 没有遵守圣经 你有什么资格 来的教训我们 那同样可以被攻击 各位啊 今天在香港都是一样啊 我跟你讲 你很难取悦每一个的人的 你只要讲任何的一个立场 你对School of Semite 怎么样看 我说我反对 你就很多人围攻你 道德的塔利班 基督教的极右派 你说 School of Semite 可以的 你这个人呢 就是出卖了你的信仰 牧师 你都说这样可以 这个还算是牧师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在这个世界 同样面对很多不同的冲击 我们面对这样的冲击 很多人 就是问你这些问题的时间 其实 是set you up 是一个陷阱 在这个陷阱的当中 要是我们没有智慧 来的回应的时间 你会成为众矢之敌 我跟各位讲 我都曾经成为众矢之敌 但另外一方面 我后来感觉 众矢成为众矢之敌 还是值得的 要是紧紧跟随神的话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同时要学习 一些智慧的言语 以至少讲出来的时间 你有立场 但另外一方面呢 你给那些人 没有什么的把柄 来得去围攻你 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就来来看看 耶稣基督 他怎么样回应 这些的问题 当时有话说 人若修妻 就当给他修书 然后跟着下来 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一到十二节就记载 法利塞人士来试探耶稣 人无论什么缘故 都可以修妻吗 弟兄姐妹们 你看当时的法利塞人 是要试探耶稣 来到去问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就来来看看 耶稣怎么样 面对两个不同的学派 这些的冲突底下 他怎么样回应这个问题的 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 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以分开 在阶段的圣经当中 耶稣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非常清楚来的讲出来 神设立婚姻的原意 这个原意是什么呢 神的原意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这句话 不是对做子女的讲的 弟兄姐妹们 这句的话 是对父母来的讲的 因为当时只有亚当 那跟着上来 神要造夏娃给他 但其实真的来讲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得见 当时能够听见这句话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亚当 一个是夏娃 他们是什么的身份来的听呢 绝对不是子女的身份来的听 来是将要为人父母来的听 神对他们说 今天 你们结成夫妇 你们仅仅要记得一句的话 你们生了孩子出来的时间 你要继续培养他们 要怎么样 有一天能够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因为这个缘故 这是年修代打 一方面对夫妇来的讲 他的兴致 第二方面 对他的子女 叫父母的 小的姐妹教训他们 离开不是等于不孝敬 离开乃是说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责任 是要训练我们的孩子 要长大成人 独当一面 换句话说 你不要以为我永远都要照顾他的 我们要记得 他们将来还是要自己去面对他们的生活的 他们要离开这个家 要结婚的 当他们结婚的时间 到底他们是不是已经成熟呢 心智上是否已经成熟呢 经济上已经成熟了没有呢 做决定的方面成熟了没有呢 灵性上是否已经成熟 可以把神的话继续不断教训我们的下一代呢 各方面都要成熟 弟兄姐妹们 这个对我们今天这个香港的社会 跟中国的社会有很大很大的提醒 中国的社会 一孩政策出来的以后 这个孩成为王子公主一样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中国的下一代 越来越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我在杭州讲到的时候 看到报章 这个报章就说 有相当不少的学生退学 而他们退学的原因在哪里呢 能够去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怎么可能退学呢 原来他们不适应 为什么 唯有妈妈在 没有爸爸在 有一些的孩子 19岁了 进到那个地方 练大师一年级了 结果 过了两个礼拜都不够 打电话回家 妈妈 你过来 你陪我 你不陪我 我就退学了 气坏父母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适应不了 没法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弟兄姐妹们 中国是如此 来到我们今天的香港 是不是这样子呢 呀 问问我们看看 香港大概有40万 外勇来到我们的当中 包括 飞勇 包括应勇 也包括太勇 一共有40万 换句话说 有40万个家庭 他们的孩子 大部分 是由外勇 来到照顾的 父母去哪里呢 父母都打工去了 他们的上班 能够看到孩子是什么呢 下班回来 才看得见 甚至有些下班回来太累了 见都没得见 因为这个缘故 所有 起居 饮食 各方面生活的照顾 甚至他们的英文 都是跟 非用学的 任何东西 都是非用教的 我跟各位来讲 今天很多的人 对他们的下一代 非常的担心 原因在哪里 因为发现 当他们一家 在一起的时间 孩子宁愿选择 非用 与他们在一起 都不选择 父母跟他们在一起 另外一方面 令到我们 也是非常担心的 越来越多的孩子 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什么东西都不会 小学的 穿鞋子 不小的绑鞋带 穿校服 还有别人 还要上到这个汽车 还有有人跟着上去 来帮他换衣服 任何的东西 都要人服侍 我跟各位讲 在这种的情形下 我们将来 怎么样培养 我们下一代 培养他们成为 这个社会的领袖 培养他们成为 这个家庭 将来的主人翁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 这个地方 给我们父母 有很大的提醒 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神势力婚姻的原意 这个原意是什么呢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联合就是分不开的 然后跟着下来 二人成为一体 很清楚看得到 神创造 设立婚姻的原意 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心一意 因为二人成为一体 妻子是丈夫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一生一世 神所设立的 人不得分开 非常清楚 把这些的原意 来的讲了出来 跟着下来 法利赛人 就挑战耶稣 要是这样子的时候 为什么摩西 可以来到给 那些离婚的人 想离婚的人 写修书 写了修书 就可以离婚呢 为什么这样子呢 耶稣在这个地方 第八节 对他们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话 我们一起来到读 第八节 跟第九节 一起来 耶稣说 摩西因你们心应 所以许你们修起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 凡修其另取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 有人娶了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 弟兄姐妹们 这段的圣经 法利塞人非常清楚 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 他们把一个容许 就变成正常 什么是容许呢 英文叫做permissive will 他们把这个permissive will 容许你们这样做 其实不是好的 哎 既然你这样子 算了算了 他们就把这个当做 神都答应了 神都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做了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神非常清楚地讲到 神的原意 是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那摩世的时代 为什么如许他们写修书呢 是因为他们心应 心应 就是他们不听 坚持不听神的话 所以摩世当时 就容许这个事情 产生出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做牧者的 很多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为难 为难 不是圣经教导 解经上为难 我跟你讲 解经 我觉得是容易很多 但是要执行圣经 非常为难 我不知道各位 你有没有试过 你劝一些的人 包括你的孩子 劝来劝去都不听 有多少人试过的 你劝你的朋友 劝你的同事 劝你的弟妹 劝来劝去都不听你的 有多少人试过的 好不好举手 我看每个人都试过的 我想问 当你劝来劝去都不听的时间 你怎么办呢 有多少人 因为这个缘故 死心的 算了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找我了 从今以后 你死 就是你的事 与我无关 任何人死亡 好像保罗说 都与我无关 有多少人 你曾经这样来的 对着那些 劝来劝去都不听的人 对他们讲过这个话的 好不好举手 感谢主 我们大部分的人 非常有爱心 这个爱心就是 永不放弃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 我跟你讲 我们做牧者 也是一样 我对着那些的人 我只能够继续不断告诉他们 根据我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牧会的经历 我看过的个案 我看过的例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讲十几二十个例子给他 我们还有找了一些 过来人 我跟你讲 我找了好多过来人 是因为某些的事情 离了婚 离了婚又后悔的人 找他们来 然后再请他们饮茶 你说我总不是的 我请过很多人饮茶 我只是希望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挽回他们 然后请这些人 当做这个面 对他们讲见证 他们讲 我以前都曾经这样 我以为离了婚 什么事情就解决了 想不到 原来离了婚 我更多的问题 更难解决 然后跟他下来 把他们的经验 来的分享出来 我的心 就希望能够把这些的人 带回到神的里面 不要走这一条的路 我们可以有一条的出路 紧紧跟着神的心意去做吧 我告诉你 偶尔有些的人 经过这一步 他们回心转意 我们非常感恩 回心转意了以后 到现在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他们还记得 几年了 他们还记得 很多的时候 一见到我 就多谢我 我非常高兴 我为了他们的婚姻感恩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有不少的人 我们劝来劝去 无论怎么样努力 他们还是坚持 要离婚 令到我们的心 很难过 我跟各位讲 我特别难过的 不是他们离婚那一天 那是离了婚 有看见他们的孩子 一个一个离开神 另外一方面 患了一些depression 甚至 我们看见他们当中 太太要自杀 有些的孩子 因为心理上的问题 也要自杀 这个是最难受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现在就给各位来看看 摩西容许离婚 这个理由 神给了一条的路 给他们 这个路是什么的路呢 表面看来 是容许离婚 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要非常认真小心 不要轻易走这条路 首先 三十二节 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五章三十二节 凡修妻的 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做淫妇 人若娶这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 然后跟着下来 去到十九章 第七到第九 特别在第九节 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另取的 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 有人娶了 有人娶那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 从这两段圣经当中 给我们看见 离婚的三害 我再讲一遍 离婚有三害 第一害 自己犯奸淫 非常清楚 圣经说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犯奸淫 换句话说 就是除非你自己犯的奸淫 对方不放过你 但是这个呢 就是第一害 就是自己犯奸淫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可能 自己犯奸淫 是什么意思呢 就算你离了婚了以后 以后再去 就是犯奸淫 因为这个已经离开了神的本意 所以是自己受害 第二 是叫他犯奸淫 叫他做淫妇 第二害 我们另当我们的另一半 做淫妇 另当我们的另一半 做淫妇 这是第二害 第三害 夫妇以外 那些的人 人若娶着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 或者是 人越嫁给 那个离了婚的丈夫 也是犯奸淫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开始 原来耶稣基督 在那个地方讲 讲到离婚有三害 而且三害的当中 没有一样 能够给我们看得见 原来离婚 是一个出路来的 弟兄姐妹们 我在过去 常常跟弟兄姐妹 谈到婚姻 谈到困难 也谈到 我们处理那些困难的时间 可以怎么样来的做 我感谢主 有一些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 愿意回头 但另外一方面 也有一些的人 继续不断 还是坚持要离婚 我给他们来看 有好多不同的例子 这些例子的本身 离婚 不要光光看 现在 我们必须要留意来的看看 我们离婚 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 怎么样交代 特别我们孩子 联幼的时间 首当其冲 受影响的 是我们的孩子 我在Dartus的时间 有机会来的看 Haffey Lee Oxford 她的故事 她的父母 在她年幼的时间 已经离婚 她的妈妈在家 很可惜 她被那个后妇虐待 因为这个缘故 十几岁 她就离开他们 出来打工 但是 无论她打什么的工 很快 就被累 被烦 无法长久 她的情绪 她的心理 很多方面都不正常 在她妈妈改嫁了以后 她曾经有一段的时间 去过主义学 去过这个教会 而那个主义学的老师 非常清楚 当时的光景 她说 她非常后悔 这个孩子 去到他们 那个主义学的时间 去了几次 被那些的同学 来到嘲笑 她在那个地方 非常地不高兴 跟一些的孩子打架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老师 也没有再跟进 哈佛利奥斯文 这个的人 一直到她谋杀了 美国的总统 这个新闻出来了以后 这位主义学的老师 有个非常大的懊悔 这个懊悔就是 要是我早一点 能够知道 这个人的家庭背景 又早一点知道 要是不好好 把他栽培 成为神的一个人 他将来 会成为这个社会 很大很大的威胁 我们天天叫做 反社会行为 什么是反社会行为呢 就是感觉到 整个的社会 是亏欠了他 整个的国家亏欠了他 所有的人 都是亏欠了他 这个叫反社会的行为 当时这个人的本身 因为经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 甚至 就到他后来 认识了这个女朋友 后来也是被这个女朋友 来得嘲笑 在女朋友生日那一天 他特别把他自己 心爱的钱拿出来 买了一份的礼物 给他的女朋友 结果在女朋友生日会的时间 想不到的就是 那个女朋友 公开给十几个人 来得看他送的那一份的礼物 你们来得看 我这个的男朋友 只能够送这样的东西给我 然后跟他下来 就把他丢在地上 然后把其他的礼物 来得扬出来 给他 其他的人来得看 Oxford 失恋了 但从那个时候开始 按照我看的一些的包装 他发了一个誓 他要把整个世界 最有影响力的人 要杀死 来表达他心中的怒气 因为这个缘故 Kennedy在第二次 竞选前到Dallas的时间 就发生一个惨剧 一直到现在 我现在大部分的人都相信 是Havily Oxford 把他杀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来得看看 我们很多的少年人 进到监狱 有很多的人去到一些 各种不同的 一些心理各方面的问题 另外方面 贩毒的 吸毒的 大部分这些的青少年 都是跟他们的家庭背景 有关 另外方面 离婚带来的结果 美国一个的调查 给我们看到 90%以上离过婚的人 他们的子女 都会离婚收场 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间 深深的感觉 到底那个是出路吗 他绝对不是出路 他影响一个人身心灵的健康 影响他下一代身心灵的健康 也影响了我们父母身心灵的健康 甚至影响了教会的弟兄姐妹 影响了我们的同事 影响了我们周围的朋友 弟兄姐妹们 留意来的看了这一切的时间 我心中 未到这个世界各方面的问题被探 但另外方面 有些人可能说 牧师我已经离得婚了 那是不是只有绝望呢 当然也不是 我们在教会的当中 特别也未到一些离得婚的人 我们特别有团契 让这些过去 一直不能够接纳机体 一直患在这个神经衰弱 depression当中的人 我感谢主 我看见他们当中 一个一个来到我们当中 信了主 经过这个门徒训练 价值观重整了以后 神让他们真正脱离了 以前离婚的那个阴影 被丈夫虐待那个阴影 被骂的阴影 不能够接纳机体的阴影 重新做人 而且现在 不光是他们能够站起来 我也看见他们的孩子 也站起来 特别过去 好几届 我看见 那些的妈妈 也能够在教会师父 也能够练神学 让他们的孩子 也能够进入大学 又在教会成长 成为神所用的一个青少年 我的心中非常非常感恩 在这一届圣经学院的毕业里 我们将会看见一个妈妈 独自来到抚养这个孩子 母子一起来到毕业 那种喜顺 我看完了以后 我深深的感觉 神无绝人之路 因为这个缘故 纵使过去 我们曾经错过那个机会 做错了一些的决定 但是现在 我们还是可以 在神的里面 找到一个出路 找到一个更好的 一个人生的 我愿意我们当中 好好珍惜 跟神的关系 这个是最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有机会 来到建立我们婚姻的 把握神的话 靠信心 特别靠着弟兄姐妹 与我们的同行 建立我们的婚姻 荣耀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低头 做一个祷告 在我们祷告的时间 我想问问在座的当中 有多少的人在过去 曾经都为过你的婚姻 曾经后悔过的 在我们每个人都闭上眼睛 祷告的时间 我请你举起手 我为你们祷告 请放下 第二个方面 有多少的人 你今天听了神的话 你现在还在婚姻的状态中 你愿意紧紧地 靠着神的话 走你今天结婚的生活 荣耀你的主 我请你举手 多少人愿意的 我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第三个方面 有没有一些的人过去 都受过一些的试探 就是离婚的试探 但是今天你励志 我要把这个试探 好像耶稣基督对撒旦 所讲的一样 退去吧 退去吧 有多少人你愿意 撒旦退我后面去 有多少人你愿意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把这个试探 吃责 叫他退去 不再 来的被这些的观念 影响你的 我请你举手 多少人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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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耶稣 你看到我们的手 你也知道我们的心 我感谢你的就是 你告诉我们的那些原则 完全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为了我们下一代的好处 为我们上一代的好处 甚至是为了整个社会 国家的好处 这个是好得无比的原则 所以说很多的人 因为离开你 没有能力 也知道没有办法维持一个 幸福温馨的婚姻生活 我现在求你帮助我们 首要 我们是回到你那里 从你得利 也知道我们有能力回到家中 服侍我们的朋友 服侍我们的另一半 求你帮助 为了一些过去 已经离了婚了 我也求你给他们能够知道 在主的里面 你还是有出路 求你帮助我们 紧紧地靠你的恩典 跟随你的脚踪 来得去行 帮助我们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